抵達的這邊 信服中國佛教之旅的第六天 現在所看到前面的這邊的風景 慢慢的講述來到時速38 因為這邊來到山西省的神會 也就是所謂的山西的太原 山西的太原的祕願 那山西的太原是山西省的神會 稍微介紹一下整個山西讓信服中國佛教吃到明山之旅 可以再跟大家介紹一下 山西在太行山西側的名字叫做山西 在春秋時期是屬於禁國的土地 所以故簡稱叫禁 在公元453年前 趙、衛、韓這三國分禁國 所以又是要有山禁 因為它東靠河北、西邊是陝西 南邊河南、北間念蒙古 所以它是座落在整個黃土高原之上 整個山西的總面積有156266平方公里 東西寬有290公里 南北長、比較長680公里 屬於平行四邊行 那山西省是屬於黃河中有峽谷跟太陽山高原的地帶 整個山西省的海拔地區超過1500公尺以上的山區 佔了70%以上 山西有多山 所以東邊有太陽山、西邊有鋁梁山 北邊有北越恆山跟五台山 它也是我們執政目的地五台山 南有中條山、山短綿園、藤人香風、眾白蟲列、飛蛾雄雲的部分 就是介紹整個山西省 那礦產資源但是是以山西的梅老闆居多的部分 那山西裡面的氣候呢 現在溫度平均大概在10到20度在夏天的時候 冬天的平均現在可能在零下、零下左右的部分 那整個人口大概有三千萬的人口 全是 好,我們準備要告一段落了 我們先行行行的快樂 拜拜